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们自己看一下 第六条了 我真的没有见过那么犯贱的甲方爸爸 是他让我摔的 我现在指高高 这期的评测主要就是看一下这材料是不是他吹的那么厉害 这块东西我还没有找到在哪里 但是可以看到它是整块零件来的吧 然后这里这个歪了 烟囱 这烟囱是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它好像下面不够长 没有卡进那个洞里面 我拧了一下螺丝好像也不可以 后面就放弃了 他没有写叫在多高的地方只有落体 如果我是熊孩子我就直接从9楼扔下去了 这应该改一下 你看这些卡扣 完全没有白痕 好厉害我真的 怎么办到的 甲方爸爸说这个材料呢 是类似于平时的头盔那种 我们换干净点的地方变个人形吧 哎清帅了我大意了啊 万一有为什么三长两短 这期视频我是继续录呢 还是从此跟那个甲方爸爸相忘于江湖呢 大家要知道哦 那个 自由落体的速度 跟它经过的重力加速度的时间有关系 物体的动量呢 又跟它的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那么如果是再高一点的话 它的那个撞击力度是会大很多 那我刚刚会不会太高啊 刚刚我把手伸直了 应该有2米多吧 这个模具TFP的我这是第一次玩的 的确是官方一个非常好的模具 动画片也很好看 没有看过的话建议去看一下 领袖执政叫做 我还是看不出来那一块掉下来的东西是哪里的呢 原来它里面是有内构的哦 有方向盘 有仪表盘 这些东西 请问我掉下来的那一块是哪里的呢 哦 看出来了 就是胸口的这一块 哇 它果然没事 店铺可以考虑进一下货了 把这里插回去就可以了 这里本来是没有用胶水沾的 都是插住的 666 不过呢 它有一些非透明的部件是玲珑键来的 玲珑键的话一般情况下韧性还不错 但是如果温度比较低的话就要小心一些 大家都是优着点吧 就是因为这是评测的我不心疼 然后所以才敢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家庭观众切勿模仿 然后它还有送一些散的零件 等一下试试用钳子暴力去弄它看会怎么样 这期视频就吹吹水了 我都没有怎么看镜头 不知道变形的过程有没有出镜 哦 这次这个键它耐摔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韧性太强了 这会导致呢 有一些地方如果你卡得太紧 就会影响另一个地方的密合 搞到它容易回弹之类的 大概这样子 那么这个TFP的VOP就变形完成了 我看一下它 都是透明件 刚刚这样子2米多摔下来 真的没有发现一点白痕哦 看一下这个白车轮的透明版本 背光的情况下会怎么样 哇哦 通臭 这样子照 它的那些内构看得好清晰哦 这次的配件一共有这些 一个 灵秀之证里面的头雕 不过这个透明版本 这个眉毛就会显得有点奇怪 好像眼睛直接连着天灵盖了 然后一柄新陈剑 这是新陈剑的挂架 可以插在背后的 然后两把枪两把刀 这个枪和刀可以结合 那么我们就来试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最长的新陈剑的剑刃了 有点害怕我怕弄伤手 拿个钳子吧 能不能看到有多弯 为什么今天我的手机经常卡 哇 我觉得已经 好恐怖哦 如果是别的材料 应该已经拍一声了吧 但它现在 还没有什么白痕哦 我弯到这样已经是 我的左手跟我的右手 已经是有90度了吧 不敢再弯下去了 然后放手 它基本恢复了 只是弯了一点点 然后看上面 卧槽 没有看到一点白痕了 真的 666 既然追求刺激 和不贯彻到底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来一个角度更大的吧 180度看看会怎么样 180度了吧 卧槽 可怕可怕 看来这期视频不用删了 那么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吧 主要看看材料 是不是那么黑科技 最后再看一下 小方爸爸的犯件要求 喜欢我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 你的转评赞 也会让更多人看到这期视频 大家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